这个少女从小就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存在 她叫二母堂尤利亚 虽然嘴上说自己不恐惧那些 其实内心还是十分害怕 但尤利亚对自己的能力还是很期待的 虽然她能看见幽灵 但看的并不清楚 前段时间尤利亚知道了占卜店的神婆 就是传说中下街区的驱魔教母 她缠着对方传授自己驱鬼 但教母并不想答应 随便给了她一串佛珠打发了 尤利亚以为这是被收徒的证明 她都想好自己未来的生活了 学习占卜术 称为万人敬仰的存在 然而这份愿望 在看见詹姆店关门后瞬间崩塌 尤利亚打惊 我那么大个师父呢 旁边开店的老爷子说 神婆走前嘀咕着 忍清了力量的极限 尤利亚吃惊 什么力量的极限 她见过最强的人不就是神婆吗 老爷子摇头说不知道 不过神婆走前见过两个女高中生 她指着后方来的俩人 说就是他们 尤利亚一惊躲起来了 她知道这两人是隔壁班 关系很好的姐妹花剑子和小花 她暗中观察许久了 还挺羡慕两人的友情 小花看见店铺关门 忍不住吐槽 难怪这店的佛珠质量那么差 早晚会关门了 尤利亚大惊 她可是知道教母的实力的 小花说要去买甜点 尤利亚眼看她就要撞上前方的恶灵 这时剑子突然说有蟑螂 小花吓得跳了起来 正好避开了恶灵 尤利亚亥然 莫非剑子也能看见 几天后 两个班级一起上体育课 尤利亚叫出剑子 拜托她帮忙整理器材 两人进了器材事后 尤利亚将门眼上 说剑子是他们这边的人 这时剑子回头 就看见了身后出现了小小老头 尤利亚就问她是不是能看见 原来这几天 她一直在观察剑子 发现剑子明显能看见那些幽灵 但她却能做到熟视无睹 而面对尤利亚的逼问 剑子假装没听懂 她在说什么 尤利亚却误以为剑子 和自己有过同样的经历 她曾告诉过同学自己能看见鬼 却被对方以为是故意逗他们 引起注意 尤利亚说自己能理解那种感受 剑子可以不用隐瞒 剑子装傻充愣 尤利亚指着地上的小小老头 说她绝对看得见 剑子赶紧装出吃惊的样子 什么 这里有蟑螂吗 她顺势润到尤利亚身后 想带她快点离开仓库 谁知道 尤利亚并不接受 走到球框那边 非说地上有小小老头让她看 剑子确实看得见 除了旁边的小小老头 还有垫子里伸出来的手臂 一只巨大的恶灵 从垫子里爬了出来 对方一听 两人在聊什么看不看得见 当即就站在这里不走了 剑子追下反应过来了 尤利亚只能看见 没有杀伤力的小鬼 这种充满怨气的恶灵 她压根就看不见 尤利亚见她不说话 还以为剑子是看不起自己 立刻掏出教母的佛珠 准备展示自己的力量 结果佛珠被恶灵扫了一眼 就炸开了 尤利亚惊恐后退 这时恶灵也要发颠了 剑子想起之前看过的拳击手大叔 为了防止尤利亚在说些什么 引起恶灵注意的话 剑子上去就是一个绞杀 说尤利亚在说谎要惩罚她 尤利亚就这么被搅晕了过去 最后她在宝剑室醒过来 一看见剑子顿时面色惊恐 剑子本想着 她也能看见刚想多说几句 但想起尤利亚看不见更危险的存在 担心她会被卷进去 便耐心劝导 这次获救还算幸运 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以后最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说完剑子转身离开 但这话落在尤利亚耳中 竟然成了威胁 尤利亚感觉遭受七尺大辱 殊不知 剑子这会儿还在想 以后可以有谈鬼的朋友了 这时小花匆匆赶到 问剑子是不是勒死了二班的学生 谣言果然是传播最快的存在 当晚放学 剑子下天桥 却发现那边坐着白发恶灵 剑子本想装作无始发生走过去 没想到对方居然抓住了自己的手 她眼泪都要吓出来了 低头一看 才发现对方只是个没有牙齿的老婆婆 主要是这段时间 剑子看见的东西太多 都快分不清是人是鬼了 于是剑子 背着老人找到了他家 这时 老婆婆的女儿带着假牙赶到 女儿叹气 说他父亲在的时候 母亲是个很坚强的人 眼下却连家人都记不住了 为了报答剑子 这位女儿冲进屋里 准备拿些东西作为感谢 这时 剑子和老婆婆在门外 剑子想给家里发个消息报平安 却发现身边站了个鬼魂 对方嘴里念叨着463 剑子吓得掉头就想走 老婆婆却牵着他的手 问这是不是智能机 这是鬼魂走到剑子身边 在他耳边重复4631 随后 他又凑到老婆婆耳边 不断说着4631 剑子收回手机 在按键上 按下了4631给老婆婆看 老婆婆愣了一下 这时女儿带着甜点走了出来 两人就看见老人家直勾勾的 走到屋内的保险柜前面 女儿叹气 之前母亲弄了许多次都没打开 没想到话音刚落 母亲居然成功打开了保险柜 女儿吃惊 因为保险柜内放着的是 父亲送给母亲的书子 以及几封两人交往时的行书 老婆婆拿起书子 熟练的替自己盘头发 眼神竟然恢复了正常 说要做一顿饭 这时鬼魂再次经过剑子身边 低声说了一句谢谢 老婆婆想邀请剑子留下来吃饭 剑子想了想摇头 说家里人会担心 死去的丈夫没有意识 却始终记得存放爱人回忆的 保险柜的密码 可恶 小白的泪点很低的 两天后 剑子就在甜品店附近 看见昨晚那位老丈 被恶灵给吞了 小花看上了店内最新的甜品 选了好一会儿再决定 剑子半天没敢直视那块蛋糕 出了甜品店 剑子原本计划去另一家店 但她看了看前方 脚步一顿 决定换一家店去 也不是她想换 主要是前面站了个拦路鬼 虽然两人转身离开了 但这只鬼显然也盯上了他们 剑子梦中惊醒 总感觉 昨天下午看见的那个东西 比之前看见的都恐怖些 同时 小花一觉睡醒 发现自己的闹钟 又停自了半夜 她完全不在意 下楼准备吃饭 举无把松饼 小花吃得特别开心 母亲还担心她吃不饱 被恶灵缠身 首先 心态要好 小花换好衣服 准备出去找剑子玩 这才刚到玄关 就看见点灯一晃一晃 小花记得 灯才换了没多久 不过她也没将这件事 放在心上 开开心心的出门去服约了 平日听话的邻居狗狗 对着她狂吠 小花完全没发现 在狗狗眼中 她的身后 正跟着一个极为不祥的恶灵 可不就是昨天下午 剑子看见的那个家伙 这晚盯上了生命里蓬勃的小花 并拿她的洋气当电烤炉 抓住旁边的小游灵烤熟了吃 小花一被抽取洋气就容易饿 吃点东西 立刻就能补充回来 她本以为 今天能及时赶到 谁知走到一半 发现一个小孩的狗狗丢失了 而且跑进了传说中 废弃的诅咒大楼 小花有些犹豫 可看着凹哭的小男孩 她一咬牙 狠心走进大楼 其实内心无比恐惧 担心下一秒就会出现妖怪 殊不知 最恐怖的妖怪 正跟在她身后 小花叫出了不少小鬼 于是那大鬼 就抓起食材就地烹饪 为了不让自己露窃 吓得狗狗 小花一路唱歌一路找 鬼在后面追着考 这时小花发现 前方有动静 四周的恶灵越来越多 这时塑料袋动了 小花忍住恐惧 掀开了塑料袋 最后大狗是被她抱着出了大楼 整个狗都不敢直视小花一眼 而小花救下了狗狗 自己也出了一身虚憾 她赶紧找到剑子去赴约 剑子看她身后超进化的恶灵 当即大惊 问小花干啥了 小花说去被阻证的大楼找狗狗了 剑子欲哭无泪 这种情况了 还看什么电影啊 赶忙得着小花 直奔附近的神社 剑子认出 这个超进化的恶灵 就是昨天看见的那个家伙 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缠上了小花 但这么进化下去 恐怕对小花会很危险 于是剑子决定 在事情闹打之前 看能不能通过神社解决问题 祷告的时候 剑子扔进去的钱又被弹出来了 sorry啊 你这个活咱接的有点累啊 剑子就爱抢扭的瓜 捡起来再丢进去 祈祷来个人救救小花 只要能救救小花 他做什么都可以 最好连他一起救了 剑子祈祷完回头 发现恶灵身边又多出两个东西 小花在四周逛了起来 剑子开始打量那边的情况 猜测这小的两个东西 是不是恶灵的同伴 却发现对方一拍手 恶灵的手臂瞬间断裂 正好飞到了剑子身边 这时小花问他喜欢什么电影 剑子看着俩妖怪对张恶灵 心说电影哪有现在这画面精彩啊 眼看着两只小狐狸 就要杀穿恶灵了 剑子意识到 这俩存在可能是神社的神 刚在内心摇起柱威 就看见恶灵 将俩狐狸撕碎吃了 这时黄昏落下 小花看着鸟局高呼太漂亮了 要拍照 发到社交网络上去 剑子却只能看见恶灵猖獗的面孔 小花拽着剑子去拍照 就在他找角度的时候 剑子发现恶灵身后出现了更大的东西 就近那玩意一把捏碎了恶灵的脑袋 同时 小花也找到绝佳拍照角度 一张照片 清晰地记录了大鱼吃小鱼的画面 剑子面色苍白 他怎么没发现 小花还是个拍摄鬼才 谁家正经虚魔是吃下去的呀 你甜美的是霞乌杰吗 剑子瞳孔地震 就听见吃鬼的那家伙开口了 他对着剑子说了一句三次 随后消失在神社 剑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小花却将照片发上了网络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报干队一好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